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戈斯拉准备在大阪登陆 飞机投下的照明弹把戈斯拉吸引回到了海里 此时几个犯人打云警察想要逃走 警察穷追不舍 犯人开车撞进了炼油厂 随着一声爆炸 火光冲天 好不容易被引走的戈斯拉又回来了 军队坦克飞机一番轰炸却毫无作用 飞机也被戈斯拉喷射的白色液体腐蚀落进了海里 此时戈斯拉的死对头巨龟安吉拉斯隆也来凑热闹了 两个好机友在大阪登陆打了起来 大家一看 无可奈何只能撤退 任由两只怪兽打斗破坏 戈斯拉抱着巨龟的头被巨龟推倒 像两个幼儿园的小孩一样在打架 戈斯拉和巨龟大战了三百回合 也没分出胜负 差点把整个大阪以为平地 最后戈斯拉越战运勇把巨龟按倒在地 咬断了巨龟的脖子 又发出火盾好火球之术 喷火烧死了巨龟 然而大阪这个城市也几乎全被毁坏了 冬天到了 小林和小月一群人在北海道庆祝 突然听说有两艘渔船又沉没了 肯定又是戈斯拉干的 于是第二天小月又是开飞机去搜索戈斯拉 发现戈斯拉正在游走 随后戈斯拉就上了一个小岛 大伙商量决定派飞机炸毁小岛的路口 这样戈斯拉被阻拦就不会登陆了 战斗机赶到头下的无数炸弹 对着戈斯拉就是一顿轰炸 然而攻击无效 小林急隐了 驾驶飞机想接近戈斯拉 被戈斯拉喷火 飞机撞上了冰山爆炸了 小林也牺牲了 大伙开始轰炸雪山 想用山上的冰块把戈斯拉活埋了 经过一番攻击 戈斯拉被困 军队又从海陆运来了大量的汽油 等戈斯拉刚挣脱出来 军队一起开火引爆了汽油 大伙阻拦了戈斯拉的去路 随后战斗机对着雪山疯狂轰炸 戈斯拉也不是吃素的 打爆了很多架飞机 最终寡不敌众 被雪山上滚落的冰块给活埋了 而日本也得到了暂时的片刻安宁 故事到此结束 测试题来了 本期测试题 给你下列图片中的一种武器 你会怎么来对付戈斯拉呢 按下暂停键或手机截图 选中图片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 空间有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记得关注哦